哈喽,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Gayson,今天是我做万物开箱系列的第九期视频 大家多多点赞,在之前开海马和海星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说 说这个海水浴缸需要活石来倒井,然后我就在网上一吵 哇,真的耶,所以说我就把 活石给买回来了,一共花了78块钱,不包油,五斤石头 现在真的是石头都需要买,但是这个石头跟普通的石头又不一样 开箱 海里面的石头 哇,大海的味道,海洋的气息 78块钱买了两个石头,住在海边的小伙伴又应该吐槽我了 看一下这个活石 判断活石是否新鲜,首先观察表面盖草的状态 颜色越鲜亮越紫说明越新鲜 如果已经发白说明运输或者脱水的时间太长了,海草已经开始死亡 这次我们可以通过气味来判断活石的好坏,新鲜的活石,散发着海洋的腥味 有没有很羡慕我什么都知道 哇,森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太优秀了 我上网查的 我上网查的 刚才就在我拍这个活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洞里面还有一只小螃蟹 非常的小 我也没敢打扰它 接下来就是把海水港里的小洞给请出来 然后把活石放进去,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暴躁开始 大概摆了又十几分钟也没有摆出来好的造型 而且还把这个海水刚弄的非常的浑浊 接下来倒入我提前调好的盐水 再测试一下盐水浓度 还有之前小伙伯说这个灶浪崩应该是在上面 然后我就把这个灶浪崩挪到上面了 暴躁的时间大概为20天到45天左右 保持24小时,灯光充足 温度控制在26度到30度之间都可以了 以后就是非常漫长的等待观察 等暴完早以后就可以养一些珊瑚或者小丑鱼什么之类的动物了 海心海蟒 还有狙击蟹 估计要辛苦他们一段时间在这里面待几天了 应该不会死 好了,今天万物吉克开系列的第九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 拜拜